市府交通局透过乘车大数据资料分析 针对每班次少于三人以下 或者是路线和市区公车重叠 补助成本过高三项因素 重新检讨免费公车的行驶可能 经过三选之后 一共有十条的路线符合检讨范围 也宣布从5月1号开始就会停市 桃园市免费公车有117条交通局 透过乘车大数据资料分析 针对每班搭乘人次少于三人以下 或者是路线和市区公车重叠 补助成本过高三项因素来重新检讨免费公车 同时也宣布5月1号开始就会停市十条路线 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路线 总是有许多民众都向我们反映 就是说有时候会开空车空死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经过我们审视之后了解 最主要的部分的这些免费公车 跟我们市区公车 有非常高的一个重叠度 从5月1号开始呢 会陆续停止 就是说停止了这十条路线 那分别是我们这个L301 L315 L316 L328 还有我们的509 还有L510 还有这个L702 L710 L711 以及L719 这十条路线 那其中像L301呢 跟我们这个708的路线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一个重叠 经过评估分析之后 全部路线区分为三大类型 在搭乘状况不好 和市区公车重叠度较低的路线 作为一个类型 后续转为市区公车 其他搭乘状况比较差 和市区公车重叠度比较高的路线 就会进行停时踩车 其他路线 就会维持到原本的班次 以及路线行驶 对于每年高金额补助的免费巴士 交通局每年都有逐一审查行驶的可能 并且进行微调 但现在又碰上疫情的关系 空车率更是以往的好几倍 是否会全速转行为市区公车 也有待后续观察 朋友有些新闻 林队峰 桃园 长官博大